晚安 晚安 有人進來了嗎 好 哈囉 學子 安妞 哈囉 快幫我按讚 哈囉 學禮 晚安 Fanny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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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結 哈囉秀婷 哈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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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 哈囉 哈囉 如果音樂很大聲啊 哈囉 如果音樂很大聲告訴我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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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終於找到 我今天終於找到那個 我昨天放了那個 那個三位那個 那個網友啊 那個網友唱的歌 我今天終於找到了 哈囉晴兒 SORRY我沒有看到 HELLO KELLEY HELLO 好 那個啊 我今天啊 為了要直播這個 那個 那個便當啊 所以 HELLO 黃 黃 尾 有嗎 然後 因為我為了要做這個便當啊 所以我今天特別跑去那個 市場啊 要買這個 可是一般的那個超市 是沒有在買這個便當盒啊 要開始還沒啦 是介紹東西 然後呢 因為 因為為了要找這個東西啊 就是 我保片了 手耳 真的好難找 音樂很大聲嗎 好啦 我小聲一點 然後呢 因為這種啊 便當盒啊 很難買 在手耳弱序 一般的超市是買不到 真的啊 我覺得現在好像小聲到 就是 什麼聲音都聽不到 安妞 HELLO 咬滾便當盒沒有啦 這傳統便當盒 韓國傳統便當盒是金色的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樣子 然後 材質很薄 台灣有嗎 這便當盒多少錢 這好像是韓幣6000 6000塊吧 然後它有更小的 大概就這個的一半這樣子 他們說叫淑女便當盒 就非常非常的小 男的他們應該會有賣喔 就是要去那個 要在什麼市場 我去傳統市場買的 這種一般的那種 大的超市是不會賣 很難買 就是 我今天去的時候 剛好有兩個 所以呢 我今天 特別跟那個 跟那個老闆講說 把這兩個都給我 HELLO 然後 HELLO 所以我今天特別要把這個 就是拿給你們看 因為我買了兩個 然後呢 我去買的時候 阿嘉喜還跟我說 我買了兩個 然後阿嘉喜還跟我說 你們現在年輕人 都不知道這個叫什麼 他講一個特別的名字 然後我聽完就忘了 呵 我不知道他這個叫什麼耶 反正 就是 我去跟他講說 我要做那個傳統便當盒的時候呢 他就跟我說 喔 就有這種 那其實我覺得這種有一點不太好 因為阿 因為他真的很晃 你知道嗎 就是 像我們現在不是都可以 旁邊都可以扣起來 他就是 完全沒辦法扣 你知道 然後呢 我後來就有去查說 為什麼韓國這種便當 可能他們要搖阿 就是為什麼要搖 HELLO PARIS 就是為什麼他們要搖這樣 然後呢 我就上網去查了一段 就是查了一些資料 然後他們都說 銀色 不是銀色 金色的喔 就是金色的 便當盒哪來的 今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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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就是我今天去傳統市場買的 這種真的會漏 然後呢 所以我後來去查 他們就說 為什麼會搖呢 因為 以前小時候啊 就是他們帶著這個去上課 然後帶著那個去上課 然後就搖搖晃晃搖晃 最後呢 就因為這樣搖搖晃晃之後 之後你打開便當 就是現在 現在我們吃韓國便當後 說都要這樣搖 然後這是一種他們這樣的傳說 然後第二個傳說 就是說 他們 呃 就是為了 就是 像韓國人很喜歡的東西 都喜歡用攪拌的 所以他們就說 就是為了要攪拌方便 所以他們現在都用攪拌的 哈囉秀 秀婷 軍隊用 可以微波嗎 我其實我覺得 他材質不是很好 所以 因為 這種是很 很古老的便當盒 我真的不建議微波 如果你是人家微波的話呢 我建議你把飯先微波完以後 再帶去 公司吃好嗎 然後這個一個 大概6000塊韓幣 180塊台幣 這真的會漏喔 就是 我 就所以韓國人 他們都會用那個布包 有沒有 就綁緊一點 這樣子 就用布包 哈囉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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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蠻大的 因為它就兩個尺寸 一個就是這種 然後一個就是一半的 OK 亮到可以打光 呵呵 對啦 它有點亮啦 那因為今天最後兩個 就是 我 我 我個人是不會拿來微波啦 如果你們要微波是可以 哈囉娃娃 我是不建議微波啦 OK 哈囉 安妞 然後今天呢 我來做一下 因為 外面賣的啊 就是很便宜 我覺得會中毒喔 真的 像Mia說的會中毒喔 我建議你們真的 不要拿去微波 等一下 真的不要微波 我沒有剪頭髮啦 我不建議要微波喔 你們就是 你們各自要微波 下場 我不 我不能保證喔 那台灣你就可以用銀色的 銀色的便當盒也可以 然後或者是 你要用別的便當盒都可以啦 就是不一定一定要用韓國 那今天 是 是因為那個 是因為我覺得要做那個韓式的那個 傳統便當是我特別去買的 好嗎 好 然後 韓國一般外面 像你們常常可以看到那個網路上面啊 就是可以看 呃 來韓國那個觀光區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 很多那種 就是傳統便當啊 然後他們都是 長得 呃 裡面沒什麼料 然後 所以我今天呢 欸 改為樂扣 可以啦 你可以改為樂扣啦 就是如果你要改為樂扣 我也可以 哈囉 余美人 對 我真心建議不要 真的不要微波 好不好 不要微波 真的很危險 呵呵呵 但很多人都今天以為我剪頭髮 我沒有剪頭髮啦 然後 所以我真心建議不要微波喔 哈囉 哈囉 姓榮 你第一次看到直播嗎 好 然後我們就一邊說 然後一邊來做料理 我今天就先 先 弄一個熱火 就我現在來煮一個熱的火 對不對 熱的水 然後因為我要做那個 那個潑菜 可是 呃 你也可以不要用潑菜 你可以不要用潑菜啦 因為其實外面常常是不放潑菜 主要是因為便宜 是不是吃的時候可以搖一搖 是的 就是你們去觀光區域的時候 或什麼地方 他們都會說 什麼記憶便當 或者是 呃 什麼 什麼 回憶便當之類的 韓式傳統便當 哈囉 佩瑤 然後順便教一下 看得到嗎 韓式傳統便當 他的韓文叫 原來都市 原來都市 原來就是以前的意思 都市啦的意思就是便當盒 這不是麥克啦 這是我的LOGO 我的LOGO 我的LOGO 這不是麥克 不是麥克 是我的LOGO啦 因為很多人啊 不小心刷粉絲團 然後就會看到 看到那個 看到我啊 然後就不知道我是誰 然後為了讓大家辨識度高 我幫我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盤 它不是麥克風 八字嗎 沒有啦 我瀏海一直都這樣啦 HALOGEN 原來有 原來頭新郎 沒有啦 好 然後 然後 然後呢 順便給你們看一下 因為韓國的那種 就是傳統的那個 香腸啊 它有那種傳統香腸的樣子 你們可以看得到齁 那這個就是很多那個牌子 那個 辣醬啊 什麼之類的 他們都會用這個牌子 那我今天用的是 這個牌子的 Yenai Sausage 就是 呃 傳統的那個 香腸 那它就是這樣子一個一個 然後你切了 它一條啊 你切完之後 它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就會變這樣 一條一條的 OK 就是這樣 你可以切 看你要什麼樣的尺寸啦 然後大概 我是切這樣的厚度 對 很大一條 然後它很便宜 它有一條 好像才1000塊 人家才30塊 然後它裡面是用 魚的 魚的餡 魚肉的餡 那如果說台灣沒有這樣的話 你可以換什麼 精華火腿啊 或是什麼的 都可以 熱狗也可以 但熱狗可能有點太小了 或是你換大一點的 熱狗也可以 就是 這個香腸跟台灣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換 你可以換你自己 喔 你可以換你自己喜歡的香腸啦 你不一定 一定要用做這樣的香腸 你可以換別的熱狗啊 香腸啊 什麼都可以 就是 很像熱狗吼 但它比熱狗大 比熱狗粗 我個人是覺得台灣的 比較好吃啦 那 你們 你們如果要換是可以的 OK 對 因為 其實這個 這一道菜啊 是1988年 那個年代的人 他們開始吃那個 就是吃那種傳統便當 開始 才開始有的 那如果說 你們 呃 有 有喜歡別的 就是有喜歡別的樣子的 那個 香腸或什麼 你們可以自己 各自換 它的口感是脆的 還是軟軟的 因為等一下我要煎 所以它可能就會變 如果我煎完之後 它就可能會變脆了 那台灣 但是我不建議用台灣 那種什麼 心心腸之類的 不能生吃喔 一定要 一定要 一定要煮過 不能生吃喔 金黃火腿可以啦 如果你要換 因為台灣沒有那樣的火腿 所以 你可以換成你要的 你要的火腿 就可以了 你不一定要就是 沒有說一定要那個 就是 一定要用跟我一樣的 這樣 ok 然後呢 我先來換一個歌喔 因為我覺得那個歌好像 不是很愉快 大家好像非常無趣 所以我來換一首 小包跟我很像嗎 加蛋一起做 1988有加蛋 對我等一下會加蛋 好 然後呢 我們第一個先來做的是 菠菜 那菠菜這個台灣都買得到啦 但是韓國是比較小豬的 那 這個是明天我幫她的便當 沒錯沒錯 Hello Natalie 然後呢 然後我現在來放這個喔 我覺得我一直在幫BB打歌怎麼辦啊 好 我來換一下角度 讓你們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然後你就等水開始煮熟的時候 你就把 把菠菜放進去 其實外面沒有放那個菠菜啦 菠菜是 你看你自己要不要放 小包有我的眼睛嗎 對啦 他其實是有我的眼睛 又要被貝哥 又要被貝哥 被貝哥吸走了嗎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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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菠菜容易變黑 對 菠菜只能燙一下下 我不會燙很久 因為我今天用的鍋子比較小一點 因為菠菜呀 它煮一煮就會縮得很小 所以呢 我今天用比較小的鍋子 鍋子很漂亮嗎 其實這個 這應該是美國的鍋子吧 但是來韓國就變這個樣子的 斷了嘛 斷了你就出去再進來一次喔 就會正常運作 分量好多嗎 其實菠菜煮一下下就會變很少了啦 如果有煮菜的人就知道 青菜一下下就會變很小了 你也來不及想不想吃便當了嗎 它就是 其實它主主就會變小 然後 你等它水煮開了以後呢 就 稍微再等個一兩分鐘就可以了 你爐子上的架子是有分離 可以拿起來擦嗎 可以分離喔 這個是可以分離的 backing 對啦 我少寫一痕啦 用橄欖油拌嗎 沒有耶 我今天不是在用橄欖油拌喔 好 等我一下喔 我把這個煮 煮稍微熟一點的 韓國會不會喬清菜會啦 但很少 好 Lidia我會有空來分享一下歌單 那它其實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就先讓那個 菠菜放在那邊先等一下 哈囉 Vicky 哈囉 Vicky 然後呢 再來呢 我們對來做什麼呢 我們先來做炒 小魚乾 欸 炒小魚乾用這個好了 小魚乾呢 你可以看到其實台灣都有這種 這種這麼小隻的魚乾 我是買特別小 你可以再買大一點的 你可以再買大一點的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可以再買大一點的 好嗎 哈囉佳妮 你可以買稍微大一點 那我買比較小的 然後我們就一樣開火 現在韓國天氣怎麼樣 韓國天氣就 白天熱熱的 晚上涼涼的 我今天做什麼 傳統便當 傳統便當 我今天要做傳統便當 就是有點像 有點像台灣那種 像我們小時候的回憶就是那種 它不是文仔魚喔 不是文仔魚 它就是 哈囉 Yoyo 它就是有點像 我們小時候回憶就類似 就是 火車上面的便當那種類的 不是文仔魚 不是文仔魚啦 它不是文仔魚喔 它 我的這個是比較小隻的 那你應該要用比較大一點的 因為我家裡有小孩 所以我都用比較小隻 那你該給他買比較大隻的 很像文仔魚 但它不是文仔魚 就是一般的小魚乾而已 然後 其實正常你們要買 應該要買這麼大 哈囉 月齡嗎 大概要買超大一點的 大概要這麼大 好嗎 那如果你在韓國的話 你就可以買 就是 苗兒子 苗兒子 苗兒子就是小魚乾 你就可以買小魚乾 那這種就是可以拿來炒的 好 然後 因為 因為家裡有小孩 所以我通常都用比較 小一點的那個 小一點的魚乾 好 我們就加一點油 好 哈囉 那個是誰啊 又 笑鈴 髒嗎 小魚乾 然後 它現在就熱了嘛 然後我們就把小魚乾放進去 然後就稍微炒 記得要中火不要大火喔 乾的乾的小魚乾 然後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稍微炒一下它 它就會開始變慢慢有點黃 然後就會有點酥 魚乾不用泡水喔 魚乾不用泡水 泡水的話 等一下炒的話 它就會沒有那種脆乾 對 是有點甜 鹹鹹的 這個魚乾 就跟台灣的魚乾有點很像 就是 鹹鹹的 那沒有加蒜頭 今天不會加蒜頭 哈囉 阿妞 廚藝是無師自通嗎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說欸 我是無師自通嗎 好 然後我現在少 少 稍微有一點 有一點 熟以後啊 我就加 我就開始加醬油 我就開始加醬油 加一湯匙的醬油 然後 火糖 然後 然後 芝麻粒 然後我就開始炒它 那我來拿一下果糖給你們看喔 它的這個韓國的果糖分很多種啊 就是它是看是用什麼的糖 好的 給你們看一下 我用的果糖 韓國這種叫無力公糖 它是用香蕉跟番茄的 加果糖就會變甜甜的喔 對 它就會變甜甜 你可以加花生 你可以加杏仁片 隨便你要加什麼都可以 就是 呃 都有人加這樣子 那因為我加剛好今天沒有杏仁片 要不然我就會加 欸我找一下看有沒有杏仁片 搞不好有 欸我還真的有咧 好 我就加 果糖或者是你用寡糖也可以 加杏仁片 杏仁片 寡糖 或者是你加一湯匙的糖也可以 你如果沒有這些東西就可以加正常的糖 然後 你就稍微炒糖 那因為我今天的那個蝦 就是小魚乾有點多 我再加一點點那個果糖喔 玉米果糖可以嗎 可以用楓年果糖喔 但是台灣的糖呢 會比較甜 就是會比韓國的糖甜非常的多 所以我不建議你加非常的多 好不好 像瓜子的東西 這個是那個杏仁片 然後我就先把它盛起來 這樣稍微炒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就把它盛起來 這是杏仁片喔 杏仁片杏仁片 然後我就把它盛起來 好給你們看 它做完就會像這個樣子 可以嗎 就是 其實這就很容易 就很下飯 其實 就是你可以直接拿來吃了啦 OK 然後呢 我們剛剛不是有做那個 不是有做那個 剛剛不是有這個嗎 然後我們現在來做這個的小菜 然後我就把這個 菠菜先移到這邊來 移到這邊來 這是菠菜 好想來一個 好 然後 這個呢 今天就很簡單 你就加 鹽巴 欸 我移下面一點喔 要不然你們看不到 就加鹽巴少許 然後麻油 我之前有介紹 我都是用不倒翁的麻油 OK 然後呢 我通常還會再多加一個 就是這個 這應該叫 紫蘇油吧 它也是類似像麻油這樣的東西 但它會讓那個東西變得更香 所以呢 我會把它加 我通常會加一點點 然後 再來就是 我會加這個 芝麻粒 然後呢 弄完之後 然後我們就拿手套 我們就拿手套 手套 我通常都會盡量找一些 比較簡單的 你們可以做的 好不好 要不然你們 你們做得太困難 你們回家都不能自己做 加香 加麻油就可以了 麻油 香油 我不知道你們香油是什麼 麻油嗎 麻油就是香油這樣子 白芝麻油 白的 它就會做完 就會像這樣子 沒有加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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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加那個 蒜泥喔 紫蘇油 是紫蘇提煉嗎 好像是某一種 類似像 類似像 類似像那個 類似像 痾 好像就是有點類似像 芝麻粒的東西 好 好 然後我就先把它放在旁邊 再來啊 我們來做 我們來炒那個 會不會太油 不會太油啦 因為 因為剩下的東西都沒有很油啊 麻油跟香油不一樣 哦 那那個是麻油麻油 好 然後 再來就是 我們來做這個 我們來做那個小香腸 然後我用兩顆蛋 然後我買一個湯匙 它會這樣很多啊 它會料超多的 這是做幾人份 這個 做完 完全做完 它可以做兩個便當盒吧 那我們就先把它 攪 有紫蘇的瓶看嗎 可以 我可以拿給你看 這個 這個 看得到嗎 Turki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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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通常用的調味料 一般的超市就買得到了 不需要去什麼特別的超市 就一般的超市就買得到了 韓國 台灣都是用黑芝麻 韓國是用白芝麻 那台灣的味道會更濃一點 HELLO ENGY 喔胡麻嗎 好吧 那台灣的麻油是胡麻 因為韓國的麻油味道跟台灣有點稍微不一樣 然後呢 我現在做完這個蛋了嘛 然後我就把 這個是麵粉 一般的麵粉 然後我現在就來煎 我就來煎那個 我就來煎那個 小香腸 我看起來很年輕 我沒有很年輕的喇叭吧 沒有 海灣超市很少有韓國醬料 有啦 如果住在台北的朋友 可以去永和買 好不好 對啊 永和的韓國街都買得到喔 在那個鼎西站附近 我移動一下東西 然後呢 記得這個啊 要先 等我一下 記得要先沾麵粉 一定要先沾麵粉 沾了麵粉之後呢 再沾蛋液 然後沾了之後再來放 好啦 因為我最近切到手 欸 我怎麼沒沾蛋液啊 為了要跟妳聊天 忘了沾蛋液 然後呢 因為我最近切到我的手啊 所以呢 我非常害怕再再浪到我自己的手 好 我先把它放好再轉過這邊妳們聊天 因為煎這個需要一段時間 如果現在才進來的朋友啊 煎櫛瓜是不是這樣子 很類似 很類似 記得那個蛋液啊 要四面全部都有沾到喔 要不然妳拿它煎出來就會不好看 來翻一下喔 來翻一下喔 我現在開的是中火 中火 煎香腸哪一種麵粉 我這個是中筋的 那其實哪一個筋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中筋 中筋 中筋的 因為我家剛好就中筋的 就用中筋的這樣 沾的順序錯的話就會不好看喔 就是煎出來會不好看這樣子 因為這個香腸啊 它其實本身是熟的 但是妳吃的時候呢 還是要稍微煎 欸這個要煎久一點 就是稍微還是要煎一下 要不然會不好看 就是也不好吃 然後呢 記得妳要再煎下一塊的時候啊 一定要拿那個 餐巾紙 一定要拿餐巾紙喔 因為喔 沒有拿餐巾紙妳等一下會很糟糕 一定要拿餐巾紙稍微擦過 因為呢 有麵粉的東西啊 你鍋子如果要繼續使用 一定要擦 好 然後我們再繼續 什麼香腸就 台灣有什麼香腸用什麼香腸 沒有說一定要 看不到 什麼香腸沒有特定要用什麼香腸 記得要中小火不要火太大 就先沾了麵粉 然後再沾蛋液 先沾麵粉 然後再沾蛋液 先沾麵粉 然後再來沾蛋液 這種香腸是我們這種大熱狗嘛 它比那個台灣人那種大熱狗還要再大片 但是如果你用小熱狗也是可以啦 沒有說一定要用什麼樣子的香腸 你想要用什麼樣子的香腸 就用什麼樣子的香腸 那它因為他們韓國人以前那個 傳統的便當啊 是因為就是以前人比較窮 所以他們那個料理都做的是比較簡單的 跟比較普通的食譜 那我們現在就是你想要用什麼樣的香腸都可以 你想要用精華火腿都可以啊 沒有說一定要用什麼樣子的東西 餓了 用台灣香腸 但是我不建議用那個什麼 心心腸那種喔 我比較不建議用心心腸那個樣子 因為啊這個啊 有沾蛋液它就很快就會熟 所以呢 記得火絕對不能大 一定要稍微 就是稍微不要那麼大的火 要不然等一下火一太大啊 你的香腸呢整個都會焦掉 你就會 又要再重新再來 哈囉Michelle 我現在看到我朋友上線了 我好驚訝喔 哈囉Michelle 涼拌章魚 是誰現在給我要開菜單的 月賢 林月賢嗎 明天小包便當小包吃學校的啦 小包不會吃這個便當啦 他都吃學校的啦 我現在是在小火 我現在是在小火 哈囉Vera 我看到以前就有同事很興奮 這樣兩個便當的菜量會不會太多啊 那你就放少一點嘛 如果擔心的話 就放少一點啦 我沒有全部煎完啦 我就煎一半而已 我沒有全部煎完 可以買香腸直接來料理 還是要先燙過再沾 不用先燙過 就先沾粉直接煎 煎了它就會熟了 不需要先燙過 好吃真的 剛剛看到 泡菜鍋怎麼做 泡菜鍋怎麼做 嗯 它可能要等我下次有機會了 現在煮誰吃 好啦 那個有在線上的人幫忙我回答 這是誰吃的 因為我現在火很小 小包說普通話嗎 對啊 但是它韓文比較好 中文比較沒有那麼不好啦 今天完費給大家吃 好然後 然後我現在就把它盛起來 因為這樣這樣就差不多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下一個東西 然後我剛剛有說過啊 就是你要再用這個鍋子要擦過 一定要擦喔 沒有擦的話啊 你這個煎出來的東西都非常可怕 一定要擦過 好然後我現在擦過之後啊 我會繼續開火 然後我們就加一點油 加一點油就好了 然後呢 再下來我用什麼呢 泡菜 來 那台灣呢 盡量選擇韓國的泡菜好不好 不要用台灣自己的泡菜 用類似那種 就是中家或什麼的泡菜 好不好 然後呢 我現在就 放油之後呢 我就把泡菜下下去 我們現在要炒泡菜 我們現在要炒泡菜 這個時間看這個好餓喔 對不起啦 Vicky 好然後 這個泡菜呢 我們要來加東西 第一個 我們要先加的東西是 醬油一湯匙 醬油 醬油一湯匙 然後呢 這個呢 這個糖漿一樣一湯匙 一湯匙 然後再來就是我之前有介紹過的 辣椒粉 辣椒粉喔 泡菜一定要炒過 不能直接用喔 不能直接用 然後呢 我就先來放那個辣椒粉 再來 麻油 麻油半湯匙就可以了 然後 然後最後呢 再加上 芝麻粒 好 我們就這樣炒一炒 換一個喔 記得要小火 不要大火 如果沒有料理糖漿的朋友 或者是沒有那個 我剛剛說的那個 那個 你就可以換成果糖 或者是寡糖 或者是一湯匙的糖 就可以喔 餓了嗎 這要稍微炒 一定要炒 因為炒了以後 它才會比較好吃 它就會比較入味 好餓喔 我不會穿圍裙 因為衣服穿的 隔天就拿去洗了啦 但是我料理上是那邊會穿 會穿會穿 我平常是會穿的啦 火沒有很大啦 火是中火而已 沒有很大 冰糖也可以嗎 呃 是可以啦 可以用冰糖 那冰糖比較難融化 所以我不介意你放冰糖 我介意你放一般的糖就好了 就是白砂糖就可以了 已經餓很久了喔 怎麼辦 台灣的泡菜也要炒過嗎 一定要炒過喔 這個泡菜 那個傳統便當裡面的泡菜 一定要炒過 沒有炒過不能用喔 近看更餓 為什麼要加糖這樣 因為呢 韓國的料理裡面 很多都會加 稍微加一點糖 台灣買的泡菜都會比較酸 所以呢 我建議你買韓國的泡菜 呃 怎麼做韓式泡菜 麻煩參加我的料理教室 可以用楓年果糖 可以 我剛剛有說過 楓年果糖呢 會比較甜 所以不要加那麼多的量 如果我說一湯匙 建議你就先用半湯匙 然後再試味道 好嗎 好 然後呢 我就先關火 把我這個呢 先裝起來 然後呢 我現在要再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啊 給我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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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過泡菜 我一定要齊啊 那我是錯誤示範 盡量不要像我這樣子 盡量用不同的鍋子好嗎 要炒到什麼樣的程度啦 我給你們看 大概要像這樣子 就是有熟的樣子 就是有熟 然後你看到那個汁已經收汁了 就可以了 可不可以 料理教室在哪裡 沒樂迪嗎 你可以 進去我的臉書 進去我的粉絲團看 就要 要 要炒到它收汁喔 要炒到它收汁 這樣子 它才會 比較好吃 你弄在便當盒的話 才會比較好吃 生的泡菜的話 容易生水 也不好吃 好 然後再來呢 我們要來煎蛋 你們現在是在 你們現在是在 是在幫我開下週的菜單嗎 降蟹 哇塞 現在越開越難是吧 好啦 那個 我再想一下 我下週要做什麼 因為我還沒有 我還沒有想到 下週這麼遠去 然後呢 我們就來 來 放飯 餓了 和我裝擺一下喔 安東雞 會在我的料理教室啦 所以呢 我就不會再直播教了 泡菜不要放醬 直徑很餓 然後呢 然後呢 在等那個 蛋熟的時候呢 我把蛋轉成小火 然後我開始來先擺盤喔 欸你們看不到齁 好我開始來擺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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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定要一樣一樣的放喔 然後呢 再來我們放小魚乾 便當盒很大阿 所以可以裝很多 但是我的飯放的很薄 等我一下喔 因為阿那個加了料理糖漿之後阿 那個小魚乾阿 它會 它會那個 比較 比較硬 所以我要稍微切一下它 要不然放不進去 因為我現在為什麼一直在他看後面呢 因為歐爸呢 一直在我後面 一直看著我的便當 一直看著這個便當盒 讓我壓力非常的大 因為我覺得他好像在後面 等下就要吃的感覺 然後呢 再來我們來放那個 香腸片 等我擺盤喔 真的 唉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 把他現在在後面一直stand by 我壓力非常的大 我覺得我好像有兩個 我好像有兩個薄薄喔 然後呢 這個呢 通常呢 你加完之後呢 你可以再加一湯匙的辣椒醬就可以了 因為我今天的料比較多阿 所以你們看到的時候會變成這樣 這樣就會完成了 隔天的口味會變差嗎 應該還好吧 因為韓國人都吃冷的 就會比較沒差 嗯 豬硬梅嗎 找雜菜會在我的料理教室喔 它就會像是這樣子 然後 金色材質 我不知道它這什麼材質耶 但這材質一定不是很好 所以我不建議你用這個加熱 明天吃什麼加熱 就不要加熱阿 韓國人都常吃冷的阿 對不起啦 Vicky 害你每次都要找東西吃是不是 哈囉 Paris 明天怎麼吃 就直接拿起來 就直接攪拌吃就可以了 小魚乾用什麼東西可以代替 沒有耶 就小魚乾阿 不放冰箱嗎 韓國現在天氣很涼啦 不一定要放冰箱 要搖開嗎 好啦 先讓我拍個照 再搖開給你們看好不好 我先拍個照 然後再搖開給你們看好不好 等我拍個照 我搖開給你們看 要不然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照片 好啦 搖開給你們看 香腸片感覺很下酒 Kaley 你又在想下酒的事情 好 就像這樣子 OK 然後我們就搖 好 我叫我爸搖一下 換個人 換人 我覺得他很不會搖 因為他一邊搖阿 一邊搖阿 一直在給我滴東西 看我現在壓力非常大 我先偷偷看一下喔 好像好像需要再還繼續搖一下 等我一下 他就會 因為我要稍微把邊邊弄一下 他搖出來就會變成這樣子 這樣 沒有啦 不放辣椒這樣也可以 放辣椒這樣也可以 看你們想不想 想不想放辣椒這樣 還要在 我爸在旁邊一直加說 一定要加一塊香腸 然後 他其實是在我旁邊等著 手搖便當一定要搖喔 一定要搖 他就很像拌飯 就一定要搖 其實不加醬也可以 因為其實他就別的都有味道了 就不加醬 加辣椒這樣也可以 加辣椒這樣再搖也可以 OK 然後明天 明天那個食譜 我就會放上去給你們喔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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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吃喔 我爸吃了也 不要餵他 他現在已經在等了 他已經在等了 好了晚安 大家周三見 吃一口嗎 帥 帥 帥 哈囉 SAMMY 好吃 聽到他說好吃了喔 晚安 被拿走了 我已經沒有了 晚安